好,来看到由吉安乡民代表张景文 花莲女童计会张新宇会长 与永明山洪华寺主委张美玲等人 共同举行捐赠奖助学金的活动 这项奖学金已经连续办理第十一届了 那么期望学子们让爱传下去 懂得感恩、喜福继续努力学习 吉安乡民代表张景文表示 为了传承张政治议员帮助弱势 奖励学子的一致 要让张艺元的这一份心传承发扬下去 近日是结合了花莲女童计会 与永明山洪华寺颁政国丰国中 丰兵国中筑强国小 信义国小、台商国小 吉安国小、稻香国小、凤陵国小 光复国小以及月梅国小等县内实所 中小学奖助学金 谢谢各位校长来到洪华寺 来靠哥哥 谢谢你国际统计会的会长 还有同仁 那这次因为我们想要传承爸爸 就是洪华寺开山助持 还有我们哥哥张震治的前座 奖学金的一致传承下去 用奖学金好给学校 让校长去发给清函的学子 张震治议员奖学金 长达十年不间断 每次的颁政花莲女会 都受邀一曲共襄胜举 对于张震治议员的善举 一直留在我们心中 所以今天特别邀请了我们花莲女同计会 秘书长张芬林惠姐 财务长陈立珠惠姐 一起共同来参与这么有意义的公益活动 花莲女国际同计会 赞 花莲县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国风国中校长的刘文彦指出 张震治议员生前一再捐资新学 嘉惠学子的一行令人景仰 事后被学习的最佳典范 那这些年来的孩子们呢 在政治议员的协助之下 在求学部分呢 在升学的部分呢 都有很不错的表现跟进步 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校长呢 一起来到洪华市呢 一起赶念缅怀政治议员呢 对花莲孩子学子的照顾 那也藉由这个机会呢 可以大家一起集集长一起缅怀 政治议员对花莲的付出 以及对学生学子的一个照顾 那今天同时也非常感谢 我们花莲女国际同计会呢 也可以捐赠孩子们的基优奖学金 让学生呢在受了这一份的资源跟照顾以后呢 可以更的奋发独享努力向上 江景文也鼓励学子要心存感激 努力向学将来学有所成 效法张震治议员爱香的精神 服务社会 十多年来捐助金额已达到千万元 同时也鼓励学生不为家境的困难 靠学习翻转自己的未来 谢谢张震治议员 谢谢花莲女同计会 记者林杰 收封箱采访报道